AIT的主席罗森伯格 他其实是在3月20号接任了AIT主席的 那么现在他来到台湾 这也是他第一次是以主席的身份访台 那么当然此行 那么外交部也已经表达了欢迎之意 特别还说这次可能要跟商界人士代表见面 讨论美台关系区域安全贸易以及投资等等相关的议题 不过也有人讲说就这么来了 好像之前都没有听到他们做很多的宣传 广为告知 可是美国的官员 这位重要的官员已经来到台湾 杨明 其实现在AIT的重要性 其实是相对降低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许多的国会议员 已经直接来台湾直接接触了 所以相对而言 AIT在美国是定义为所谓的泛官方 也就是他不是真正的官方 他只能定义为民间组织的概念下面 他即便具有官方色彩 但是他不能属于所谓官员 虽然说是美国联邦政府去任命他做AIT的主席 上任一定是要来台湾一趟的 毕竟这是他的夜馆范围 那来到台湾我老实说 也不过就是先认识 这个台湾的所有政治 商业经济等等这个各个领域的这些头人 所以呢可能比如说 总统府一定要去各个政党的主席 那这个什么商会啦 工商团体啦 台积电 这些一定都会去 他能够接触去接触 那当然 他待六天 对 就是说他要做第一步 某种程度叫拜码头 就这是我的夜馆范围嘛 所以我来到台湾 当然对于台湾很多的政治人物是把他们当作那个叫做那个天国的始结 就是就是这个叫天朝来的啊 我们要他来我们要是来觐见啊 这个是这个特使 你知道天国跟天朝一字之差啊 因为是国家嘛 现在是国家 以前是用朝代嘛 所以我说现在叫天国 天国来的始结 所以呢我们是把他奉为上宾 这是现在我们的观点 但其实现阶段的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的 这个重要层级 没有像过去的那么重要 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直接的互动 但他你说他有没有这个关键的意义 还是有的 因为他可能会 包括现在菜卖会结束之后 美方跟台湾现在的重点 要盘点哪些 比如说如果我们 我们政府一直在强调的 这个二十一世纪 这个台美的贸易倡议 这个这个所谓的BTA的这个部分 有没有可能后续有这个后续的谈判 或是相关的沟通 可能都会有一些接触 那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说 这一次我觉得当然因为选举年到了 他某种程度也要先来探 探一下各个政党的状况 对于台美国路线与中国大陆之间 我相信他要先做一个全盘了解 他总得要上任了我总得要目前他只有见到蔡总统 还有柯文哲 这两个位置 因为他到美国去见的 对他在美国见到了蔡总统 见到了这个柯主席 可是他总要朱立伦主席也得要跟他见面 搞不好他还会去拜会 这个侯友宜 因为他二十三号 侯友宜是二十二号就回来台湾 搞不好就是都有可能见得到 不一定 这个我们还不确定 但是这个我认为这个他的动作基本上就是一个例行公式 但关键不是他来 是他来了会见到谁谈了什么 这才是重点 好那事实上呢 说到这位主席 我们也来比较一下 另外之前的这个AIT主席 不锐哲先生 他呢其实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库 两位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 一起写了书 最近才刚出书 然后但是呢我们 其实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啦 但是我们特别针对 现在对于台海所谓的紧张 所谓的冲突 他提出了美国应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他说台海两岸之间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美国是不是会介入台海战争呢 博瑞哲说 美国最有可能做的是就是提供情报 后勤武器支援 如果决定拍板援助台湾 出动的也是海军空军 而不是地面部队 那么何瑞恩也就其中的一位 这个Brookens的这个作者就说 北京试图将别国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和代价 拉高到难以承受 全力提高军事以及核武能力 以此恐吓孤立台湾 那么他还强调习近平还是希望台湾问题 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蔡委员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书里面 伊伯瑞哲他讲的这番话的话呢 其实比较相对温和一些 那跟现在目前的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做法 你觉得一样吗 那当然我还是同样的问题的请教您 您怎么看罗森伯格访台 他的这一次的真正的目的 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在美国国务院里面 有一批很强的这些幕僚群学历好 但是他们很少担任主管的职务 他们就专门在研究各式各样问题 有点像像我们台湾什么 研考会是不是 研考会是这种角色 国发会这种角色 他有一个很强的幕僚群 罗森伯格是这个幕僚群出来的 然后普瑞哲也是这个幕僚群出来的 他们就是一个特色 就是说学历很好 那不该去搞那个政治外交 那种所以不太愿意 什么去担任什么主管位置 所以丢到来当AIT主席的比比皆是 因为AIT的主席 不像那个台北处长 要忙一些用蔡英文的说话 送往迎来 那比较能够专心去思考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所以罗森伯格一生 想要第一个时间来了解 他从来没当过主管 跟普瑞哲一样 没有担任这个主管位置 都是担任重要的 很重要的首席幕僚之类的角色 但我记得其实在习拜会的时候 他也是代表拜登政府的其中议员 基本上他就是幕僚 就是在接AIT主席这个位置之前 他就是幕僚 因为他是属于国务院的重要幕僚 也是国安会的重要 他两边调来调去 这属于那种很强的幕僚群 学历都非常的好 那这个他来的 罗森伯格来主要就是 坦白讲就是要收集 实际的状况 到底蔡英文政府在干什么 台湾社会什么状况 他想要第一手来了解 他其实对台湾是蛮了解的 那普瑞哲更不在话下 就是因为他们太了解 讲话就很白 因为他不像当主管 有时候要避这个兵 不会 普瑞哲前几天不是在台湾演讲吗 演讲到最后 蔡英文就不接见他了 那个欧布莱恩来就受勋 有啦有接见不发稿子了 等是没看到这个人 让外界假装没这个数 也是 讲了就蔡英文不爱听了吗 有点意思就是说 You are trouble maker 这样子的一个 麻烦的制作 他已经把蔡英文政府讲成这样子了 他只用语没有像那个 薛瑞言那个什么死人骨头 西洋骨头那么严重而已 但已经差不多了啦 但是他为了是他是一个有比较有道德感的人 他觉得搞政治老百姓的权力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一向以来都觉得说 台湾才是没有必要去跟中国大陆产生任何这个武力上面的矛盾 那台湾呢你再准备再多其实都不够用 所以是不是何妨在政治上啊 我们来找出一个解套 所以他曾经写过好几本书啊 什么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啊 比如说他一直说not 就是那解该怎么打开 两岸的解该怎么打开 他也完全是在帮台湾人找出路 可是台湾人找出路 他只是一点说你不可以台独啊 民党听下去怎么怎么听得下去啊 我就说台独啊 对不对 我就说建立台湾共和国 不是写在民进党的党章里面吗 他只是现在很委屈 不得不用中华民国的名义 暂时把这脸遮起来 这中华民国就像民进党的面膜 女生的面膜那样子 贴一贴只要时间到 就想要把它撕开 问题时间永远到不了啊 让他们很急啊 就早在搞的有的没有的 整天都搞的什么 这个马铃薯不能叫土豆 化身那个叫土豆 已经搞到这种滋味莫洁去了 反映出他们心里的虚弱 可是普瑞泽就是一直在劝 他也是用劝的啦 也不是批评啦 民进党可能不太好吧 那这样子就惹怒了谁 蔡大总统啊 但是他最近写这一书啊 我是还没看到啦 但是我想他的思路 差不多就是 台湾在某个地方退让一下 在政治上 尽量不要去变成一个 两岸战争的发动的因素 他基本上采取这种态度啦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买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